你的米家扫地机器人不动了别急着丢 今天教你最简单的方法自己动手换电池 省下一大笔钱机器立马重生哦 现在很多人遇到扫地机器人没电 充不进去就直接买新的 这其实非常浪费 其实绝大多数问题只是电池老化 只要换个新的电池 机器就能像新的一样运作 这个影片我会一步一步的跟您分享 如何安全快速的更换小米扫地机器人的电池 无需专业工具 新手也能轻易上手 别急着跳过 看完它你会发现 修好它比你想的简单多了哦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宝频道 我是阿宝 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扫地机器人 或者扫拖机器人 电池发生问题都还蛮常见的 今天我就拿小米的扫地机器人来做个示范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哦 这台扫地机器人印象中应该也用了超过五年 一开始这个机器如果充满电的话 打扫我家里的面积最少可以扫两遍以上 但是最近发现这个机器少不到四分之一 它就停在原地了 大概在一个月前 就算它扫不完 它还会报告说它没电 它要回去充电 回去充饱电之后 它就能继续把工作完成 但是这一个礼拜以来 这台机器少到一半没电了 居然连回去充电的力气都没有了 所以不得不 我只好去买一个电池回来更换了 我也是第一次更换 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先把这个扫地机器人翻过来 要更换这台机器的电池其实并不难 只需要把下面这个底板打开就好 麻烦各位订阅开启小铃铛 按赞分享我的影片 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 给阿宝抖内一下 请阿宝喝杯饮料 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 我研究了一下 它这边有七个螺丝 这边两颗 这个地方两颗 这个地方两颗 加上这一个边刷上面有一颗螺丝 总共应该就七个螺丝 我们先把它卸下来 先把这个边刷拿起来 接下来我们试着打开下面这个盖子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电池装在这个地方 我也买了新的电池回来 我买电池的时候是比对机器的型号 这个新的电池包装看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 但是是不是耐用我们就要测试一下了 目前我也不知道 还有说明书看起来好像很正规 新买来的电池 这个是旧的原本电池 我们先把它拆出来 这边它做了把手让你可以往上拔 这样就可以拿出来 有些机器有一个电源的总开关 不过这台机器好像没有 我们就直接把电源拔起来吧 这个插头上面有一个扣子 扣子的话是向着右边 所以等一下插回去的时候不要插反 新的是上面这一个 旧的是下面这一个 看起来设计应该是一样的 按照机器的型号来买 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就来把新的电池装上去 插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像扣子的 比较不会插反 把这个线稍微整理一下 电池放到位置上 接下来我们把盖子盖回去 再来把螺丝锁回去 我们都装好了 试着按一下它的按钮看看 居然不会动 这边的电源灯也没亮 完蛋了这一次该不会失败了吧 好像怎么按都没反应 它又没有其他的按钮 别着急 还有最后一招 我们把它放到充电座上面试看看 它有反应咯 看起来应该是有电的 通电中 它还会说充电中 这边的蓝色指示灯也有亮起来 让它充电看看 大致上看起来应该没问题 试着按一下清扫看看 开始清扫 哦 好像可以咯 请擦拭悬崖传感器 并远离悬崖后启动 充电中 把它放回去充电吧 让它充饱我再来做测试 看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这个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赞 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使用有什么问题的话 之后我会在留言区再跟各位分享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真的 我会在